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欢迎来到每日亮光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 首先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 箴言第24章1到34节 不要羡慕作恶的人 也不要跟他们来往 他们专想做坏事 一开口就伤人 家庭建立在智慧和谅解的基础上 有知识的家庭 屋中必充满贵重的宝物 明智胜过强壮 知识比利器重要 作战必须有策略 参谋多 必超胜券 明智的话非愚蠢人所能领会 他们在会议上哑口无言 为非作歹的人 要被视为阴谋家 愚昧的人 计谋就是罪恶 误漫别人的 为人憎恨 在患难的日子胆怯 就真是弱者 对无故被拉去猝死的人 你要伸手援助 不可愁搐 你也许以为事不甘己 但上帝要按照你的动机审判你 他检查你 洞悉你的内心 他要照你的行为来定赏法 年轻人啊 要吃蜂蜜 那是好的 你吃从蜂房取下的蜜 觉得甘甜 智慧和知识 对你的心灵也是一样 你若得着前途必然光明 希望不致破灭 不可图谋 截夺义人 不要毁坏他的家 因为那是邪恶的事 义人屡次跌倒 总会再站起来 但灾祸要毁灭邪恶的人 看见敌人遭殃不要高兴 仇敌跌倒不要欢喜 上主见察你 他不喜欢你存这样的心 也许他会因而不惩罚你的敌人 不要因作恶的人 得意而心怀不平 不要羡慕他们 邪恶人没有前途 没有盼望 年轻人啊 要敬畏上主 尊敬君王 不要跟叛逆的人一伙 这种人转眼灭亡 你不知道上帝或君王会施刑罚 又能降灾吗 智者又说下面的话 当法官的不可有偏见 如果他判有罪的人无罪 要受天下人诅咒 震恨 惩罚罪犯的法官 自然亨通 得享美誉 诚实的应答 表示真挚的友谊 要先有谋生的把握 又预备好田地 然后再建造房屋 成家立业 不可无故作证陷害灵社 不可曲解案情 不可说他怎样带我 我也怎样带他 我要报复 我走过然多人的田地 和愚昧人的葡萄园 只见荆棘重生 杂草遍地 周围的石墙都倒塌 我一面观看一面思想 得到了一个教训 尽管你只打个盾 睡个觉 抱着手 休息片刻 但当你沉睡的时候 贫穷 要向带武器的匪类 来袭击你 有一本绘本 书名为 学一步 忘一步 这故事是这样说的 从前有一位少年人 长得十分英俊 但是他觉得自己 走路的样子不够好看 某一日 他看见一位住在遥远国家的贵族来访 少年人看见那贵族走路的样子 十分的优雅 于是少年人决定要去学习 如何走路走得更美 过了三天三夜 少年人终于来到了那个遥远的国家 他看着大家走路的方式 果然真的相当的优雅 于是少年人就开始模仿 但是他走的东倒西歪 第二天 他仔细观察大家走路的样子 发现自己跟大家的鞋子不太一样 于是他就立马冲进了鞋垫 买了一双 跟大家一样的高跟鞋 可是他换上了高跟鞋后 没走两步 就跌一小跤 走五步 摔一大跤 少年人很难过决定放弃回家去 隔天一大早 当他一下床 才踏出第一步 他就跌倒在地上 原来是他想不出原来走路的方法 最后只能慢慢的爬回家 在我们的生命中不知道是否会有羡慕人的这个课题 故事中的那位少年人 他羡慕他人的走路知识 甚至学习他人的样式 进而失去了自己原本的能力 故事的结尾 少年人竟然落入很难以想象的结果 就是他想不起走路的方法 于是用爬着的方法回家 很特别 身为人总会想不起怎么样走路呢 这带给我们一个很珍贵的审思 当我们离开对的是对的方向 去羡慕亲近恶的事 恶的人会失去原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祝福 智慧原刺 甚至还可能赔上珍贵的生命 第13、14节 智慧比喻为蜂蜜 并且对人的心灵是好的 人若得着智慧 前途必然光明 希望不至于破灭 愿我们都可目追求智慧 可目追求赏识智慧的 耶和华上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